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前几天发生在宿迁市宿城区的一件事 有一户人家买了新车 非常高兴就放烟花爆竹庆祝 没想到乐极生悲 导致家中起火 四个人被烧伤 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现在是年关将至了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 给那些喜欢放烟花爆竹的朋友提前提个醒 明镜赶到现场时 大火已经被扑灭 二楼的外墙体被烧得一片较黑 窗户玻璃也碎了一地 房间内更是被烧得惨不忍睹 房主苗先生为了救人 自己也被烧伤 这二楼好端端的怎么会失火呢 苗先生说都是烟花爆竹惹的货 自己前两天刚买了一辆小轿车 亲戚为了表示庆祝 特意在镇上买了一盒烟花 没想到这烟花刚点燃就发生了意外 烟花乱炸 往北炸往南下乱炸 写了写了 写了保炸 是好危险的烟花 还散开来乱跑 围观的人群为了躲避烟花 都跑进了苗先生家一楼的大厅里 等农烟散去才发现二楼正在冒黑烟 因为火势太大 二楼房间内电器家具都化为了灰烬 苗先生粗略算了一下 火灾起码给它造成了近20万元的损失 这起事故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情 购买烟花一定要到正规的销售点 燃放时也要严格遵照燃放说明 目前警方正对事故原因 烟花的质量等问题 做进一步调查